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很早时间在地套上买的 然后回来就是一直盘 感觉越盘越润 然后这个珠子呢 就是回来重新加工了一下 这是一颗老珠子 这种石质类的 然后重新做了一个镯子 这是一个新的 但也不太新 这个银珠子是窗柜的那种的 然后配了个松石的三通 这个呢 是一个波罗地海的那种血泊的那种小碎珠子 窜出来的这种毛衣垫 这也是一颗松石 一颗新的 新的一颗松石 配的一个属于是转运珠吧 工还挺细的 上面云纹的这种的 这是一个和田紫料的一个 也是属于是一个转运珠类的 随形的 这颗珠子很有意思 它是一颗马脑的 然后呢 就是买的时候之前是在店那边 看到这颗挺老的 这种马脑的珠子呢 年份都是很长的 都是几千年了 像这个呢 属于是独山域的 这个应该能达到明代了 因为它上面有这种老铁油的痕迹 是一个金鱼 这是一个古质的一个筛子 可以做一个什么配饰的东西 嗯 这是之前 不同时期收的一些东西 然后都存到这个盒子里边了 好长时间也没有 拿出来看了 反正东西 收的东西挺杂 挺 也挺多 挺有意思 小东西还是挺好玩的 有朋友喜欢的话 可以给我私信或者交流 然后呢 我们一起共同的这个学习 有的时候呢 其实分享一些 早期的一些小东西呢 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